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情就是这样 然后展览也没看成我们就回去了 我逗她她也没理我 桃桃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很过分啊 阮芷 我没想到啊 你居然是个渣女啊 连你也觉得我渣呀 当然了 你说说你 答也答应了 你朋友圈还官宣了 结果你还把人家东藏西藏 正经恋爱搞得跟地下情似的 除非 除非什么 你把她当备胎啊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 主要是 大家都认识 怕她说出来尴尬 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认识 难道是旗战 转转 你最后还是和旗战好人了是不是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会是我那天过事吧 那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就 狼狈为奸 好些一切 蛇主一窝了吧 哎呀 还没有 就是最近的事 主要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跟大家说 就一直没说 这有什么难的 嗯 我帮你想个办法吧 割会现场 官宣男友 我敢保证一拿一个车 哎呀 我们涛涛好聪明啊 真是个小机灵鬼 怎么这么聪明呢 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 真的是软趾吗 不会吧 肯定有人借戏黑他 那爷他一个小网红 别人黑他干嘛 是啊 说得也对 对吧 阿芝 曲总找你 阿芝 都会过去的 还没什么呀 嗯 怎么了 你过来看一下 嗯 哎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软软 那首歌是你唱的吗 对不起啊 齐珊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会对白露 造成什么影响吗 白露那边倒是没什么 只需要他工作室 发个声明就可以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那些粉丝会来伤害你 我倒是没关系 等这件事情热度下去了 过几天就好了 毕竟他们也不会跟我这种 一百零八线的配音演员做对吧 是吧 没事了 一切都有我在 那 你不生我气了 我没有生你气 像这种活儿你不应该接的 像白露这种爱豆粉丝 都比较年轻 也比较容易冲动 所以我很担心你 不好了 公司门口来了很多白露的粉丝 纸明要接你 走 我要送你回家 白露 公开车白露 诶 出租车 师傅 全速往前开 齐车 我们现在去哪儿 找白露 不好意思 阮小姐 我们也没想到 粉丝会去你公司那边闹 你有没有受伤啊 阮小姐也是和我们合作 多年的老朋友了 只是露露最近风头大好 自然会有人找点黑她 只是没想到会那么极端 我代表露露和粉丝 向你道歉 既然林姐都这么说了 我想你们公司一定有相关的公关计划了 对吧 当然了 不过 这还需要阮小姐的配合 一千万 一千万 我们买断你的声音 一千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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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不要分开 全世界除了你 我谁都不相爱 这一生尽全力 将缘分的花灌溉 遇见你我相信了 命运的安排 一切都是因为爱